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我们来聊这个持续发酵的莫雷事件 这个莫雷呢 真可谓是一推激起千层浪 现在呢 他自己道歉都已经没有用了 山推文也没有用了 现在不仅中国官方进拨了火箭队的比赛 现在整个NBA的这个全部赛事 季前赛也全部被停拨了 很多产品也都下架了 那么这个NBA呢 现在是两面不是人 被美国官方也在指责 那我们今天就来详细分析一下 这个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事件 同时呢 在这个节目最后呢 我还留了一点小彩蛋 我们来点评一下中国另外一支非常受伤的球队 好的 我们长话短说 我们书归正传 那么莫雷这个事呢 网友们在网上争的也是不会开交 有人支持那边 有人支持这边 那我看的问题呢 可能跟有些很多媒体看的可能不太一样 有人说那你是不是又是假装恪守 客观中立 各打50大板 不是 还真不是 我看到这个问题呢 是他们两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 还真是都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来挨个说一说 先说中国 那么中国我们先要看一看啊 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莫雷说了什么 其实莫雷没说什么 莫雷呢 他可能就想刷个存在感 他发了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 是香港游行示威者经常发的一个图片 旁边配的文字说明 就是意思说 为自由而战 与香港站在一起 是这么个东西 结果呢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 中国官方呢 还有中国这些媒体啊 群众啊 都群情激愤 开始抵制 开始这个愤怒 以后说再也不看火箭队了 我想起这个重小精灵了 不说那个 那我想说的这个中方的这个问题 中国的问题呢 其实个人方面啊 我还是那句话 先有立场 再有对错 站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说香港都是暴徒 是吧 在你们的观点里边 香港都是这个十恶不赦 所以你们因为莫雷支持香港 所以而感到愤怒 和对NBA对火箭队厌恶 没问题 那是你们的自由 你们的认知是基于你们对于香港问题的了解 就是你们先认为香港是不好的 你们认为香港是暴徒 所以你们觉得莫雷支持香港是对你们的侵犯 这是基于你们的认知得出的结论 没问题 没问题 这是你的权利 那么如果你觉得说香港人民是为了民主而战 你支持莫雷 你因为大陆人民抵制NBA 你觉得愤怒 也没问题 为什么 这也是因为你的认知而得出来的结论 我们每个人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认知 得出来的结论 都是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负责 没问题 非常好 非常棒 有自己的观点很好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次官方的行为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败笔 为什么我说中国官方不应该插手呢 我们来看莫雷说了什么 莫雷他说的是说为自由而战 他说的是说与香港 肩并肩 与香港站在一起 那么他有没有说说我只与香港的泛民派 我只与香港的勇武派 我只与香港的抗议人群站在一起 他没有 对吧 再一个他说的是说我为了自由而战 是吧 为自由而战 他没有说我为了香港自由而战 我没有说我为了反送中而战 我没有说为了香港什么五大诉求而战 没有吧 对吧 与这个相比的 你倒不如关注一下巴黎时装周上有一女的穿那身衣服 这写一个free Hong Kong 完了以后这个裤子上 左边裤子 左边裤子 腿上写的是五大诉求 右边裤子写的是缺一不可 那女的跟那扭各种pose 你知道吗 你不如关注过那个 那个更直白 所以说莫雷这个事呢 他只说的是自由 咱们中国一直标榜 你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好 华春莹也好 是吧 不经常说吗 中国是一个民主自强自由人权的国家 对不对 当然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心里清楚 是吧 但至少我们是这么标榜的 然后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香港的主权 香港和台湾还不一样 香港是97年回归了 英国也没有办法说说香港不是中国的地方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你这个事情 怎么说呢 你哪怕明知道莫雷他支持的是香港的抗议示威者 但是你官方如果出来说话就不理智 或者说不明智 因为它会让你陷入一个被动 因为在国际上为自由而战 这是一个真的可以说是政治正确的这么一个话题 跟哪都跳不出毛病来 整个西方世界你说为自由而战 没毛病 就跟你 在西方说为自由而战 就相当于在中国你说 这个56个民族市一家 中华大融合 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很多不明白的外国人知道这事儿完了以后说中国进不NBA了 人说为啥呀 一问 人家不明白人家傻了 中国官方这话没毛病 你为什么要进呢 你怎么跟他解释 你说香港现在整个造反了 香港现在叫独立了 你这不是自曝其丑吗 所以说官方这个事儿不应该掺和 因为你是一个国家组织 你能够动用国家权力去全国进播一个节目 你说你是民间组织 谁信呢 就是国家组织 所以说你看 咱们做一个细分啊 人和人是一个层级的 组织和组织是一个层级的 国家和国家是一个层级的 对不对 以前在欧洲有很多小国之间互相打仗 他就是这个人跟这个人 两个人骂起来了 互相牵扯了对方贵族的家族 然后两个家族对抗起来了 最后两个家族把两个国家拖入战争 这个事情在欧洲史上有非常非常多 你们熟悉历史人 你们可以想到很多例子 你们不熟悉历史人 你们去查 也可以查到很多的例子 对吗 所以说 但这种情况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像田济赛马一样 它是讲究一个对等的 下等马对下等马 中等马对中等马 上等马对上等马 但是你突然搞了一个什么呢 搞了一个错位 你用中等马对下等马 你现在是国家的组织 现在还不是政府 你现在国家的组织 利用你的组织权能 利用你国家的这种威望 然后压制莫雷个人 然后莫雷个人被压制了以后 NBA的总裁 这是组织了 组织为莫雷说句话 而且人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NBA的组织 当时这个肖华说的 说我支持莫雷发表言论的自由 我不支持他个人的言论 但我支持他发表言论的自由 我同时也支持这个蔡崇信 蔡崇信是一个铁杆挺中的一个 美国叫什么布鲁克林网队的这么一个经理 他是铁杆挺共的 他说是说我要与中国共存亡 什么的 说个类似的话 所以你看这个肖华 他实际上是非常客观的 但是呢肖华说话了以后 现在组织跟组织对抗了吧 然后中国国家出面了 整个全面进波 整个ABA NBA 你这个东西永远是用高层去压制低层 你这个东西在国际上你是非常非常丢人的 你正确做法 就相当于什么呢 两个小孩打架 两个小孩打不过 打不过打输了 你回去练武 重新再打回来 我觉得是条汉子 是个爷们儿 现在是你打不过完了以后 你告老师 你告家长 这个就让人不耻 你就算是赢了 你是把人家禁了 但是呢胜之不武 正确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民间个人抵制 对不对 你个人 你觉得说莫雷的行为冒犯到你了 OK 我们自发的 我们民间不看你节目了 你这儿不看 那边火箭队 他的收持率 咔咔咔往下降 人家自然就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呢 如果中国人真的万中一心 以后就说你不用动用官方手段 你也可以做到类似于进波效果 没人看 你虽然还是波 但是呢 没人看 可是你现在你看 你现在进波了完了以后 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刚刚我说的 人们瞧不起中国 为什么呢 一个火箭队的经理说了句话 整个中国人民就受伤了 不管中国人民受伤了 中国人民政府还受伤了 然后再用国家力量来进封一个小经理 进封NBA 你让国际社会上这些人怎么看呢 而且再说一个 那说白了 人家NBA的这个大本营 人家是在美国 人家每年的票房收入 各种转播收入 最大的也是在美国 虽然他近些年开始在中国捞金了 但是你别忘了 他捞金 他是跟中国的有合作商 现在哭的最惨的 不是NBA 我跟你讲 你看NBA的总裁 他其实没有吐口 但是现在是NBA有些个别球员吐口 跟中国说 我爱中国 我爱什么什么什么 但实际上NBA的高层 尤其至少这个总裁萧华 目前我没有看到他吐口 他没有说那种很抱歉的认罪 认错什么 没有 人家没干这事 但是腾讯哭了 为什么呢 因为NBA五年的转播权 这个是腾讯人家花事无一买的 还有一个叫虎扑的 虎扑主打的就是这块 现在也是非常的被动 现在这个一疯 虎扑直接就哭死 腾讯现在正在忙着给买了前不久火箭什么什么 这个转播包什么的 用户正退钱的 你说这个图啥呢 这不坑的还是中国人自己钱吗 就跟那会儿在街上砸日本车是一样蠢 你砸的是日本车 可是这日本车是中国进口的 或者是中国合资的 你砸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钱 对了 最后忘了说了 你砸的是日本车 还是你的同胞中国人自己花钱买的 人日本人把钱都赚走了 你砸砸呗 砸了你再买呗 所以这个是非常愚蠢的 还是那句话 个人对个人 国家对国家 组织对组织 讲究一个对等原则 我觉得这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我有点迂腐吧 因为我比较欣赏古代这种 就是说你看 咱们受金庸老先生的这个 咱不能说毒害啊 影响比较深 金庸老先生他的武侠风对我们这一代人 尤其是80后影响非常深 你看金庸老先生他笔下那些高手 他对小辈出手的时候 他是不是上了就发绝招 上来就是怎么着 耗尽毕生功力给你来一刀 没有 金庸老先生笔下的高手都非常的自重身份 小辈跟小辈打 徒弟跟徒弟打 长老跟长老打 最后我要是掌门人 我跟你个长老打 或者是我跟你个这个弟子打 我都掉价 如果不理解我说了什么意思的朋友 你们去看看金庸 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 这个事情 中国你真的是官方你不应该出手 太掉价了 好吧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说说美国的问题 咱们主要说说莫雷 莫雷错了没有 很多网友都纠结这个问题 那我的观点非常明确 莫雷没有错 但是他特别蠢 特别蠢 因为我们在国际上都知道一句话说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是一个在自由世界算是普世价值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话没有毛病 这个话非常对 这个世界就是由多样性组成的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 甚至我觉得你的观点就是我使 但是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 对吧 这个没问题 所以莫雷他别说就是说支持香港了 他明天就是支持月球人占领中国 月球人占领世界 他支持什么阿米巴哈星什么烂七八糟我不知道什么人 反人类 那是他的选择 他脑残 但是他的选择 他有这个权利 每个人你可以选择做聪明人 你也可以选择做脑残 这是你的选择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莫雷你特别蠢 你想一想你是什么人 你是火箭队的经理 火箭队跟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当年姚明就是在火箭队一路打上去的 所以中国人民对于火箭队来说 是非常有感情的 这是你进军中国市场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途径 既然你想在中国捞钱 既然你想开拓中国市场 你应该怎么做 追过姑娘吗 追过吗 对不对 追姑娘讲究什么 追姑娘的时候你讲究你要投其所好 哪怕这姑娘有毛病 比如说这姑娘就喜欢爱慕虚荣 这姑娘就喜欢面上的东西 这姑娘就喜欢过场场 每次过场场都把你累得跟狗似的 你想不想追吧 想追你就丧不大眼的自己贴上去 对不对 去买本书去 论舔狗是怎么养成的 你不是想赚钱吗 当然你要说你是作为隐士高层 无欲则刚 老子就是两袖清风 老子就是云淡风轻 那随你啊 那你就别来中国捞金 对不对 你想说啥说啥 个问题是你是一个经理 你不是这个球队的主人 你的身后还有这个球队的董事会 还有这个球队的这些股东们 你是要照顾他们的利益 对吗 那屁股决定脑袋 你既然干这份工作 挣这份钱 你就要首先为你的球队来考虑 对不对 你要为你的球队的收入来考虑 为你的董事 这个你身后的董事会来考虑 为你身后这些股东们来考虑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喜好来考虑 所以说你这话既然说出来了 我不管你知不知道中国的国情 我不管你知不知道中国人民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承受能力差 就假设说我们中国人心理能力承受能力差 那你既然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 那你就作为一个经理人 你就应该尊重中国人的观点 对吗 这是一个市场行为 咱们就这么说 咱们退一万步讲 假设说这次中国官方不是这么幼稚 动用官方力量去封杀你 你觉得你就能逃过一劫吗 你逃不过一劫 就算中国这次没有动用官方力量来封杀 那么很多中国人 尤其是站在中国政府这一边的 认为说 莫雷你的行为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 那我以后我不学火箭队了 那么就走上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一条道路 就是人民人们自发的抵制火箭队 那么你的销量 你的收持率 你的关注度 你的粉丝度 你的热度 也会一路降低 最后不用粉丝要求 不用中国网友要求 董事会就会把你干掉 为什么呢 因为你损害了我们大家的利益 所以还是那句话 笑话说的没有错 你有说话的权利 这个权利是上天赋予你的 嘴长在你身上 你怎么想怎么说 随便你 这是你的自由 你没有错 但是你太蠢了 你有如果说你真的是这么爱香港 你这么支持香港 你可以卸任以后再说 你随便说 没有人管你 对不对 但是你在当职的时候 你为了抒发你自己的情感 你自己的观点 你没有顾及球队的利益 作为一个职工 作为一个职员 你不合格 那最后呢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 这次莫雷事件 最受伤的可能其实不是NBA 也不是中国的网民 也不是火箭队 也不是莫雷 是什么呢 是中国的一支球队 这个球队叫做中国男足 此刻啊 中国男足可能正这个 坐在办公室里面痛哭流涕 大声的叫骂 为什么欧洲族联 你们不出来支持香港 你们但凡出来说一句支持香港 马上我们中国男足就可以宣布 我们不参加世界杯 我们坚决不要冲出亚洲 对不对 这个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这个是个笑话了 不忘黑一把中国男足 那么咱们把话说回来 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是这么想 那么我在网上呢 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战狼 我看到有一个胖子 指着屏幕 哇 这样 你们那样 怎么样 我个人是觉得说 我觉得没有必要 真的没有必要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中国人的怒气 特不容易得到一种释放 可能更难去看到 这个人们心中的这种平和的气息 我觉得这样不好 第一呢 怒多了伤肝 对身体不好 第二呢 我觉得人在什么时候感到愤怒呢 人在超出这个事情本身的时候 才会感觉到愤怒 你比如说在夜里走夜路 你夜路的时候你老感觉背后有人跟着你 你最开始你可能会哭 但是这个还有声音跟着你 你就恐惧 恐惧到了极点是什么呢 就是愤怒 为什么呢 你害怕到一定程度 这个事情实在是超出你的控制范围了 你就会扭个头来 对着你身后声音说 老子不怕你来吧 就愤怒了 所以恐惧的尽头是愤怒 那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无能到了极点就是愤怒 但是真正的强者 真正的强者 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是所谓我们中国人老祖宗所说的 修身养性 你看这次中国范围内的进波NBA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没有造成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影响 也没有正面的方向提升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 相反在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世界里面 又怒刷了一波反中国的这种声浪和浪潮 很多国外的网友 都对于中国的这种反应感到费解和 就是说不齿吧 有点过分 但是确实是一种抵触 包括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点名骂这个NBA 你们为了钱你们可以放弃言论自由 那你们还有资格做美国人吗 所以在整个世界看来 他们就觉得说中国人因为这么一点事情 就大动干戈 非常的不仅是说气量小 而且呢 试图用中国的市场去要挟别的国家 去按着他们喜好的去说 这本身是一种什么呢 本身是一种落后 本身是一种愚昧 至少西方的很多人现在是这么看的 那有王勇说了 说他们牛他们反中国 反呐 我们还不跟他们玩了呢 我们中国自己玩 我们中国自己拉一波玩 我想说呢 说这话的人呢 就太过于幼稚 还是那句话 你最后中国屏蔽这个屏蔽那个 现在火箭队好像也屏蔽了 那这个南方公园好像也屏蔽了 你都屏蔽了 韩寒以前就说过一句话 当有一天 中国的屏蔽词典就变成新华词典的时候 我们拿什么交流 当中国你有一天 你屏蔽全世界 你抵制全世界的时候 你不是又回到了清朝的闭关锁国了吗 现在这个世界还是一句话 多元化走向一体化 协作合作才是主导才是重点 正所谓和气生财 和气生财不是说全世界都得巴着你 跪着哄着你 中国你喜欢听啥我们说啥 那不叫和气生财 和气生财还有另一个意思 叫说求同存异 对不对 这话我不知道谁说的 我记得好像邓老平说的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 你天天都盯着去纠正别人不同的观点 都让别人扶你 都让别人跪舔你 都让别人捧着你 可能吗 行行吧 这世界中国还没做主呢 这世界中国还没统一地球呢 对不对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 试图拦阻中国发展的美国 中国面对的还是很多的第三国家 你中国做这些事情不止美国看着 别人也在看着 你让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第二阶梯国家 你怎么看你中国 中国应该输出的是谦虚 是温和 是礼貌 是素质 就像日本人一样 你别看日本人当时给世界造成这么大的创伤 现在国际上日本人口碑好得要死 可是现在中国在输出什么 中国现在在输出低素质 中国在输出粗鲁 中国在输出炫富 中国在输出东风快递 这个东西说实在的 没有什么用 只会拉低中国的评分 只会拉低中国的印象 非常非常的不好 也非常非常的没有品位 好吧 那今天节目就说这么多 肯定呢 还是会有一些五毛喷子五脑子来进行喷我骂我 无所谓 我都习惯了好吧 好吧 那今天节目就说这么多 那网友朋友们 你们对于莫雷看法有什么观点 有什么想法 欢迎给我屏幕下方留言 那我呢 欢迎所有愿意跟我进行理性和平思考讨论的网友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互通有误 好吧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